我们上次给同学一个官方的范例sample 然后你当然可以再重新开启它的project 就是因为我们这也是会还原 如果机器没有还原的话 那你现在应该会在开档的时候 不是这个 我把它整个清掉 开档的时候会有一个选项让你选择 你要开旧档新档 那你可以开旧档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或者全部开全新的档案也可以 你也可以完全开全新的档案进来做操作 那如果开全新的档案就是你的档名字什么 你放在哪个地方 然后硬碟的位置什么的 这些我们上次简单的提过 那如果你开全新的档案 那这样子project里面是空的 那这四个视窗分别是source和monitor 这个它又叫program 但是我一般你可以把它当做它叫monitor 就是你在剪辑的时候的监视器 最后的结果 剪接中的结果 然后这个是原始档案的显示 底下是你现在转案的状况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可以放加进来的东西 然后这里呢是时间轴timeline 那你的影像跟声音等等序列在这个位置上 那要导入要把你的资料放进来呢 我们可以用media browser去找你的硬碟 或者直接开library 那开到全画面 毛毛虫那个按钮 不过不要中文 好 就是escape下面那个按钮 这个会切全画面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找 要在这个视窗 蓝色的框要在这里 又中文 好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那注意一下它有两层 应该说它有三层 menu bar 接下来有第一层的页签 你现在在做什么 好 那你是要看它的learning的频道 还是 好 它整个界面会换哦 那你的频道 好 还是你是在它的组件的状态下工作 还是现在就是标准的 这个是标准在编辑状态下的画面 好 还是你现在要调整颜色 你要做特效 好 那要选特效 它就会在 好 现在没有东西 等它一下 它出来了 它就会再打开特效的选单 呃 对这个切来切去都会lag一下 呃 跟 机器的 硬碟效能等等都有关联 好 那你要处理声音 会开出声音的面板 好 那 处理图像 图像的面板 所以 呃 它有一大 它这个graphic是指的是那个 就是你在排那个 字幕logo那一类的东西的时候 好 那我们回到editing 好 又要等它跳回来 这个都可以拉 它现在timeline非常小 所以拉过来一点 OK 好 那 其实最简单 import media的方法 就是找到你的专案档 把你要的拉近 比方说我要video graphic audio 这三个我都要直接拖 好 直接拖进来 那这是最快的方式 好 那就全部进来 这个是最简单 最快的方法 就直接拖了 那你要从 我们上次讲的 从media browser 点过去 再把它 又接 再把它import进来 从library过去 import进来都可以 好 那 然后呢 这里面的 再看一下 猫猫虫 好 里面的video footage 里面的就是都是影片 你可以看 小的图示 然后它后面有它的相关的 这个影片多长 大小多大 音频的程序 什么东西都有 好 那如果看这个就大的 滑鼠在上面就可以播 左右移动可以播放它 好 那底下有这个按钮 表示这是有声音 本身有带声音的 可以 好 再按一下猫猫虫 把它缩小 好 那 剪辑影片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 比方说 通通都要 好 通通都要的话呢 就直接往这边拉 好 先示范一次 直接往这边拉 好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 sequence 序列 好 先把这个缩小 好 那个整个拉过去 形成一个序列以后 其实在这里 也会帮你生成一个 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序列 的名称 好 符号不一样 就是 其实这个 很小很小 但是就是要自己认的 好 那这个序列 是不是要塞在 这里面 那倒不一定 你可以把它 弄出来 你可以把它从这个 里面拉 放到外面去 处理 好 也许这样子比较容易 或者再建 新的资料夹来看 这个东西 好 那 那这边呢 是我们的影像 那如果你是在这一边 double click的话 会跑到这里 那这里叫做source 这边是我现在 排好的序列 好 所以我现在随便乱排 这是目前随便乱排的状态 好 目前随便乱排的状态 那这是已经有的序列 那你可以在这边做 你想要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是事后做 这边不会有 你事后做 这边就不会有 你要在 这边就做好以后 按到右键 这边做好以后 那 全部做完 才能够再处理就可以过了 不过 是不是一定要都在这里做 到底不一定 通常来说 如果你已经有 这个跟拍片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拿人家素材来做 你会比较辛苦 一定要去检查 哪边是你要 哪边是不是你要 但如果你是自己拍的影片的话 通常来讲 你在拍的时候 就应该要决定 这个景我要从哪里镜头进来 在哪里准备离开 离开的方式是什么样 然后下一个景 你要拍的时候 就要想一下 我上一个景是怎么处理 然后接下来怎么接 心里要先有 你整个影片要的感觉 那这样回来剪 才不会搞 才不会搞死自己 那可是如果只是 比方说我一般出去旅游 就是乱拍 那回来就是把它当作旅游 影片就拼起来就是了 那大概只要留下比较精彩 那个就比较简单 好 OK 那如果你只是要留下比较精彩的 那就单纯了 因为 拉这里 这个东西 底下有个东西 有一个可以拉的 这个 这个是 你的影片的 RuneIn RuneOut 就是大小范围 就是加加减减 这个有没有 之前讲过 快速键加减 可以放大缩小 这一个可见范围 所以我拉大一点 我可以看到全部的范围 那这一段呢 往内缩 我就可以只看这一段 那我这样比较好操作这里 纯粹只是为了要操作这里 好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说 我这里 从这里要切断 切断的工具 很多种 其中一个是按C Cut 就会切到这个刀片 好 切到这个刀片 然后再切切切切切切 好 飞跳起来 好到这 再切 好 那 因为这个snap开着 所以你大概在这 就一定会刚好切在 那位置上 好 那用这个方式切的缺点 是你要按V 回到这里 选取模式 一定要回到这 它的操作 这个是工具列 tourbar 有很多工具 那 但是大部分操作 你一定要回到V 那这时候又可以一个一个选 删掉 删掉 那这一段是我要的 那 然后就很麻烦 你又要把后面的全部拉过来 好 又要把后面的全部拉过来 那 这边又多了一个快速键要记 A 好 就是 我再按一下V 只选一个 我只选这个 我希望拉过来 那你一个一个拉不拉 是拉到晕了 后面好多个 那所以呢 又还有一个键叫做 就是A 按一下 再拉它就后方全选 那 磁铁不要关掉 这个快速键snap的磁铁 你不要把它关了 因为你把它关了以后 你就很难刚刚好吸到 因为现在是有磁铁的作用 所以差不多到就上 咔嚓 就黏上去 好 那 当然用完 又要再按一次V切回来 这道软体有点麻烦的地方 是要记非常多快速键 不然你在那边一个一个按会花很久的时间 好 那 所有的快速键都在这里显示 好 edit底下 keyboard shortcut 它设的满满的 好 当然 对 所以那个有外面有卖那个剪接盘 就是专门用来剪接的 那把所有的一些快转慢转的 所有全部连转轮什么全部坐在那个盘子上 如果专业做剪接的都会装键盘旁边都会买那个东西 好 OK 那这里面也都可以改 不过我建议是 先不要动它 好 大部分就直接用它的这个设定 OK